中方恒泰热力公司终极泵站 建于1999年 到现在运行已经18个年头 终极泵站现在运行的是2000千瓦 所带的面积1300万左右 隔篮库里面是免维护的 经过多年的运行以后 设备的运行非常良好 随时出现问题厂家是谁叫谁到 保证了正常的工业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我们与恒泰热力不局限于单体水泵的合作 我们在一些改造项目上 对于整体方案我们有过深入的合作 相关的技术人员深入现场实际进行走访 给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对于整个供热系统的节能降噪都起到了一些关键的作用 恒泰热力和格兰夫的合作的产品也创造了我们几个第一 第一个是格兰夫在中国供热市场上卖的第一台高压水泵 1250千瓦的水泵在恒泰热力的中极泵站上使用 到目前为止 那么四驱到主热源之间的在设计中就设了一个中极泰 要把它拆除 要换成小时流量 要达到9000粒以上 阳层要达到70米以上 电机的功率要达到不低于2250千瓦尺的这么一个大块 用在这个整个热网系统上 格兰夫的厂家应该是这么多年 我们对这个厂 对厂家我们是分担非常吸引来的 我们和他的合作也是这么多年 建了一种良好的客户关系 对格兰夫的指向我们深意 对格兰夫这个厂家 我们是非常满意的 不管是产品的收入非常满意 对格兰夫的厂家